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一月二十號 在星期四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您播出新台灣加油 從臺中的嚴家 甚至盧家 一直到雲寧的張家 甚至包括宜蘭的林家 有人說到底要怎麼搶救國民黨呢 黑金政治能夠成為國民黨的主流嗎 今天我們同步要播放這一段非常關鍵性 這是來自於雲林縣議員邱世文 你知道邱世文昨天非常感慨 他說連姻太太也擔心他的安危 為什麼 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的民主時代 怎麼會有易景隆現身來維護一個 正南宮應有的一個正常的運作 太太家人也擔心他的安危 包括雲林縣議員邱世文 同樣也面臨到這個場景 我們的臺中這種政治 包括雲林的政治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長期把持嗎 好 現在驚爆的是 透過蘇智芬的臉書 一篇一篇告訴大家 現在雲林縣長張立善 核定他的弟弟張啟蒙的開發案裡頭 雲林縣政府昨天公開一個新聞稿當中 說這個邱世文 新台灣加油所論述裡頭 根本錯置時間 真相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大還原 不過他的胞弟的張啟蒙的開發案裡頭 雲林縣政府的說法是說 事實上在李靖勇時代都已經核准了 對 那為什麼 邱世文有他一個論述 只是說 你不只是佔國有地 而且爛肯將近五個足球場那麼大 不是說直批 林相 枉欲 消失而已 是挖身 又挖廣 人家問說 沙石跑去哪裡 沙石笑落不明 爛肯消失 而且從一次罰六萬 到第二次罰十二萬 請問一下 一般的老百姓 我現在要好康喔 喔 五個足球場這麼大 錢錢扣後 罰只要罰總共十八萬元 好 林楚音今天告訴大家 包括雲林的張家的親埔公 是個大違建 當年曾經也協助開記者會 張宇緒老師人在我們現場 我們要對照一下 長高長胖 又是同樣一個模式跟套路嗎 雲林縣政府說 一切依法行政 到底依什麼法呢 好 這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看到今天林靜穎醫師 從昨天到今天一直關心一個事情 這是白色恐怖在線嗎 刀再度揮向民進黨嗎 政壇這個 所謂的風暴裡頭呢 我們不知道轉型正義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去實現 過去的加害者 現在沒有道歉 反而見列欣喜嗎 今天我們看到靖周刊 非常完整的 所謂的黃偉哲的憲民案 遭到吸收之後 真的是被吸收嗎 拒絕合作還被監控 看到黃偉哲這個憲民案 似乎許許多多的爆料被推翻了 我們今天完整來還原這個大現場 當然也要看的是 台北市的選戰 在年後一般認為 蔣萬安要宣布參選了 蔣萬安告訴大家 打撒卡都 他也要贏 只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好龍兵喊出藍白和 藍白到底怎麼和呢 黃珊珊說不要吃豆腐 可是看到喊出藍白和之後 哇民眾黨氣勢如虹 柯文哲的反應是什麼 藍白和我們如果蔣萬安跟黃珊珊 那超級比一比 也來看的是柯文哲 你的防疫政策 真的是有政治操作的痕跡嗎 你防疫政策 讓想打高端的人打不到 黑高端鎖高端 包括有沒有一點點在凌略 在這個糟蹋打高端的這些民眾呢 為什麼打高端 高端為了不能像正常的疫苗一樣 正常去預約它 為什麼對高端要另眼看待呢 林藍醫師來到我們現場 包括了林靜穎醫師幫我們好好的解析 我們現場打高端 除了我之外 我記得汪潔明也是打高端 張宇嫂打高端 還有瑞達哥你也是嘛 OK 我們隔壁跟他說他booking了半天 他跑去手拿去跑 為什麼 各個縣市有缺高端嗎 唯獨在台北市想打高端打不到呢 好包括雲林的 雲林的這個所謂青浦宮 或者是這個爛肯的風暴之外 前宜蘭縣的代理縣長 陳經德陳縣長 在這幾天為你們守候 在宜蘭縣政府林茲廟 真的可以過關嗎 從收押的兩個人當中 看出什麼端倪呢 今天現場帶來一樣 他的一個分析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 民進黨的立法委林靜穎 小清姐好 大家晚安 好 歡迎林醫師 以及前宜蘭縣的代理縣長 陳經德 陳縣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小清好 大家好 來 兩岸政策協議員 就跟張宇嫂老師 小清好 大家晚安 好 好多國民黨相關的一個反應 要聽聽他怎麼樣去論述 國民黨前青年部主任蕭敬妍 小清姐好 大家好 跟蕭敬妍沒關係嘛 他唱歌很好聽 我唱歌呢 還是下次再唱給大家聽 還是沒有回答 應該是沒關係吧 沒有沒有沒有 來 時事評論家汪傑明 大家好 我們看最新的發展 包括基層醫療協會的理事長 林毅然 同時呢 來 連線給誰呢 稍後包括前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局長 圖木學博士 王運山加入討論 還連線給這一位 哇 我每次都會被運到 姚老師怎麼還沒有跟你們進行連線 馬上連線到高雄 給國會觀察基金運動上 姚立民老師聽聽他的分析 好 來看這個大現場 我相信我從來沒有做過出賣統治的事情 我們沒有做過泄民 也把這個拒絕配合教官 那這個事實上如果大家認真了解的話 轉型正義是一個非常嚴肅 慎重的事情 情字機關裡面的資料 檔案很多都是虛偽不實 甚至造假 也因此造就了很多冤假錯案 大家如果要把這個情字機關的 虛偽不實的資料 在未經過清楚的辨識查證之後 就直接拿來作為一個指控或攻擊 除了個人覺得遺憾之外 我們也不 也會請律師來依法追訴 我希望這一個議題 我們要非常嚴肅的來看待 而不是用所謂揭露 或者是這種爆料式的方式 尤其最重要的事情我們要問回去的是 到底是誰在那個制度之下 造成了人民之間的互相監控 所以國民黨不要對於這個當年 這些事情還有現在我們的 促進轉型正義這個事情 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 那我一直都記得 我們在轉型正義的這個 促轉會的預算的過程中 國民黨還在那邊翻桌 他們當年就是執政當局 當年持續長達幾十年的戒嚴 那個時候的這些制度 真實的狀況 我相信國民黨比誰都清楚 我覺得國民黨不能在這件事情 自身事外 他們應該要誠實的 來面對這件事 這是進到民主制度裡面 每一個政黨必須要去面對的 好我就請教林醫師 那麼請教林醫師之前 這個事情的延燒 我們看到鏡周刊的報導 似乎推翻了 憲民的一些說法 尤其這一部分 本刊掌握我們先看這個標題 黃偉哲的憲民案 大一遭西州之後拒合作 反背監控捲入憲民的風暴 金周刊說他們掌握 促轉會在去年約談多位人士 釐清當年情治單位監控的狀況 黃偉哲也在列 他遭到約談時 向當時促轉會的副主委 葉宏林坦誠 大學時有一部分 由教官提供的誤餐費 領據是他親筆所簽 但只是口頭告知社團行程 否認提供任何個人的情資 一名看過監控檔案的人士透露 黃偉哲遭到盯上 當了三年憲民 因為參與520農運遭到警方暴打之後 開始拒絕配合教官 大肆竟然反遭情治系統列為監控對象 甚至擔任國會助理期間 仍然遭到鎖定 而我們看到促轉會多次申請的是 憲民只是監控系統的末端 應設法瞭解檔案脈絡 跟掌握監控系統的運作方式 且監控檔案與其他政治檔案一樣 是經過情治人員篩選轉傳 層層通報被過濾的資訊 盡信或全然推翻都可能失之武斷 若全然相信可能淪為 就日情治人員的筆跡 主導轉型正義的怪象 來 這樣的一個目前這樣一個發展 你怎麼看你認為這背後有人在進行操作嗎 來 林醫師 我覺得促轉會講這句話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上面的紀錄 那這裡面的紀錄到底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因為之前也提過有些是用代號 你要用一些代號去拼拼湊湊 當時的狀況才知道說 好像是當時的某某人 所以這個所謂當時的白色恐怖 或者是那時候的這些事情 已經造成那些人的傷害了 現在我們重新調查是要擬平傷害 可是我們要調查真相 誰是受害者 誰是加害者 哪些是加害者 這個系統找出來完成之後 才有辦法重新把這件事情還原 可是這個還原的過程 我也必須承認非常困難 因為他有一些資料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像之前也曉得說 以前的白色恐怖時期 很多是誣陷的 那誣陷到底是誰是被誣陷 誰是事實 我有幾個重點要提 第一個像剛剛有提到說 過去在前一段時間 在去年在所謂的這個 所謂網路社群裡面 有人做爆料文 那這是這幾年 我們逐漸發現說 爆料文裡頭真假難辨 可是我們都會有些什麼 爆料的什麼社團 爆料的文章 這些爆料文章 後來甚至造成了國家社會 重大的這種 這個成果 就是說我們付出很大代價 有人因此而受傷 有人因此受到誣陷 甚至身家都受到影響 等到事實澄清之後 已經沒有人在管這件事情了 所以第一個事情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像鏡周刊這一次 他們是有去做一些調查或資料 也就是我們當然不能說 誰的求證完全都對 但是至少所有的文章出來 或者像這種爆料文章 一般民眾在看的過程中 可能心裡面要放一點點底 就是這種爆料 你最好是觀察一陣子在說 第二個就是假設是這種 不論是雜誌也好 或者是網路的這些報紙 網路的這些新聞媒體也好 要使用爆料文章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求證 沒有經過求證最好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我們覺得台灣其實後來爆料文章 已經常常變成是政治攻擊的一個手段 所以必須要非常謹慎的看待 網路上不具名的爆料 甚至很多你會發現IP都在國外 IP在國外你要去說他是做假消息 你根本連罰都罰不到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一再強調 不論是之前黃國書委員的事情 或這一次黃偉哲委員被針對 我都再一次強調這個過程中 國民黨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那個時間點最愛講所謂的什麼 國家機器在監控 國家機器在破壞人民的 那個時候的國家機器就是中國國民黨啊 那麼長久以來的事情 促轉會現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調查到哪裡 其實我們是問號的 當然有一些人我們很難在那個過程中 非常明確切出你是加害者 你是受害者 有些受害者可能也是加害者 有些加害者他是被迫的 他可能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他不能不做這件事情 所以促轉會的工作 其實現在才剛剛開始了一半 為什麼我這樣講 第一個之前我們在立法院好不容易 民進黨一直想要有這個所謂 促進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是好不容易到2016年 民進黨的國會已經過半了 又執政 我們才有辦法有這個委員會 才有辦法有這個預算 甚至我假如沒有記錯 2018年2019年 國民黨都還在杯葛這個預算 都還說不要再促轉會了 不需要了 所以我們是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促轉 工作才幾年而已 他才剛剛開始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他的某些機制 跟他的資料的不足 我覺得這個要承認 要先說是在資料不足狀況之下 現在只有這個資訊 第二個事情 促轉會還要有一些新的機制 什麼叫新的機制 其實我到現在我也不曉得 促轉會找所謂國民黨背景 或當時在政府裡面的這些人 談到什麼程度 有些可能已經過世了 可是有很多應該都還 還是可以記憶猶新的 去說這些事情 促轉會基本上是沒有這個公權力 去要求這些人來說明的 他只是調查事件 他可以調文件 可是他調文件裡面發現說 你某某某你可能是當時重要的監控關係人 他能不能去要求那個人說你要來說明 那個人如果不來說明 促轉會能不能怎麼樣 沒有耶 促轉會沒有這個公權力 他只是個調查機關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都是學者 學者當然本著研究精神可以 但是學者在政治上面要達到幫國家找到當時轉 當時的威權時期或當時破壞人民的證據 學者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所以這是接下來我們針對促轉會的組織條例 以及促轉會的任務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 第三個事情一樣 促轉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可能會找到很多 像現在都是很多 當時可能是受害者 他去調資料 調完之後一看說可能是誰誰誰 這個過程裡面 他自己會受到很大的傷 因為他發現說 原來當初監控我的 可能是我的好朋友 可能是我的家人 那個是二次的受傷 他當時已經被傷害一次了 現在二次的心裡面受到傷害 後半輩子不知道 怎麼跟自己所信任這個人相處 可是促轉會在這個機制裡面 他有沒有弥平當時傷害的這個能力 沒有 促轉會在大制度上有做 比方說他恢復名譽 當時很多人的賠償他做了 可是這種比較細膩的 可能他在調完資料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不被傷害 以及調資料過程裡面 可能某某某被認為是憲民 可是他其實可能也是被迫 或提供假消息 在他的資料對照裡面是看不到的 這個部分是促轉會 一樣他在這個工作裡面的細膩度 我剛剛說促轉會他的攻權力不足 細膩度不足 以及我們剛剛所說 在這個傷害彌補之中 我們有沒有搭配 包含心理的輔導諮商 以及還是我再一次強調 最重要的事情 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你們到現在是什麼態度 看待這件事 正確來說 他應該要主動的配合調查 主動的來說 台灣進入一個民主國家的過程裡面 我們承認過去的威權時期是錯誤的 承認錯誤 配合調查 你才能夠帶給這些當時被迫 或者是被傷害的人 心裡面的傷害跟貧富 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完全缺乏 完全缺席 通通不存在 這是我一再強調 從上一次黃國書事件 一直到現在 我都不斷的強調 我們不能讓當時的受害者 或當時被迫監控的人 互相傷害 互相沈默 國民黨 你不要在這件事情裡面 當作你不存在 你就是當時 國家系統的加害者 你們誠實面對 而且最好是主動 來面對這件事情 好 這件事情 有許多人員的態度 的確是非常詭異 包括了 近一提到 國民黨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人在哪裡 剛剛近一提到說 因為黃偉哲的確去報案了 這個憲民案裡頭 因為說是境外IP 警察說非常難辦 這是我覺得非常無奈的地方 如果從去年的網路 尤其是在這個 IP是查出在菲律賓 憲民風暴從去年開始燒 他就是影射台南市長黃偉哲 你在國民黨的威權時代 擔任這個憲民 那黃偉哲呢 去年底到這個 台南的自分局去提告 由這個台南市刑大 在進行偵辦 發現呢 他PO出這個文章的IP 是在菲律賓 所以呢 有人又爆出新的一個進展 有網路的偵查 專業的警官就認為說 如果境外IP 很難查的原因是說 要必須跟這個國家 要有這個司法互助 那刑事主義當然也有 駐外的調查官 只是說 如果不是重大的案件裡頭 其他國家願不願意配合 要看跟我們的外交關係的 聽起來是非常難辦 所以造謠可以繼續造謠 然後IP在境外就辦不到嗎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 非常無奈的地方 可是呢 我要請教是 在現場當中 國會觀察基督委 楊麗敏老師 仍也在這個高雄的線上 來到館定後 從你參與這個黨外時代 一直到這個民主時代 我們可以將心比心 某一種程度 從黃國書一直到黃偉哲 他們當時是受到 怎麼樣的一個脅迫 從面對警總 面對這個調查 或者是保防單位 我看到促轉會的確有約談 這是另外一篇的一個報導 他說知情人數告訴這個鏡周刊 去年五月 本土疫情爆發之前 葉宏林 葉宏林就是促轉會當時的副主委 在台北市的安可路的促轉會辦公室 約談了黃偉哲 葉當天整理了多個牛皮紙袋 疊成的卷證檔案 直接問黃偉哲 大學時代是否曾經被吸收 黃翻開一部分資料之後 當下向葉宏林說 檔案中指控的情節幾乎都不是他所為 即使沒有一頁一頁翻完 但是葉宏林攤開其中有一點有黃筆跡的領據 黃偉哲看到簽名之後臉色一沉 當下坦承 有一部分的領據確實是他親筆所簽的 那這個人是說由此確認黃偉哲在大學時跟情治機關接觸的指控 並非空穴來風 但是黃接受本刊訪問時則稱 對於簽領據他是沒有印象的 領據應該指的是誤參費 這個人是說 這個人是說呢 我們看到黃偉哲告訴葉宏林 他大一加入了台大大新社 就是大學新聞社 當時負責督導課外活動組的教官 第一次找上他劈頭就問 你爸爸是醫生 媽媽也是老師 出生這麼好的家庭 為什麼加入那些社團 知道這些社團可能會有很多叛亂分子嗎 那這個人是說呢 黃偉哲當時告訴教官 既然這樣 那我不要去好了 反而是教官見他軟化 提議為了保護同學 看看同學有沒有偏 要他每隔一段時間回報同學 在社團的一個動態 黃偉哲還告訴葉宏林 教官有時會帶著調查員跟他聊天 並會固定問他社團比較活躍的成員 跟幹部的改選動態 但他印象中 沒有提供過任何個人的情資給校方 只是口頭告知校方社團的行程 也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人的小報告 他還記得回報的資訊 大多是社團討論什麼康德拉 什麼這些當代的西方政治 但是我想請教 這些學生 不管是黃國書或者是黃偉哲 面臨到教官找上門了 面臨當時這種威權 甚至脅迫跟恐嚇 你覺得會不會出現這一種 反正先應付敷衍 虛以偉移 可是後來發現他繼續啊 他繼續參加520農民抗爭 還被棍棒當中 被打的其中一個人 其實就是有黃偉哲 從董外時期到現在進入民主政治時代 我不知道來 縣長你怎麼看這樣一個發展 我昨天剛好跟幾位朋友參緒了 其中一位他提到多年前他就讀政大 那也參加過保釣那個時候的活動 那教官就找上他 說這個黨要栽培你 那麼你要為大家做事 同學裡面如果有不移的 你要來報告 那就只有你一個而已 通通別人不知道 只有你一個而已 你有事情要來報告 結果那個朋友 他快七十歲了 有一天他真的去教官那邊 大概要報告什麼 結果看另外一個同學在那裡報告 所以他是個互相監控的時代 那是校園裡面那個年代 那我很年輕參加黨外 或參加民進黨 在宜蘭 就是幾乎一個禮拜兩三天 就來台北遊行抗議 選舉要請人來演講等等 那我們那個黨外的團體 事實上人不多 一般大概都是很基層的人 有老的中的 甚至年輕的 那時候大概二十八歲 彼此談就誰是叫北 誰是跟國安局報告的 誰是什麼樣 結果發現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辦演講 要遊行 那警察就是分局裡面 負責保安的一定會來 說這幾台車 明天在英國上要來 這次選舉上做總幹事 類似這樣的 他要蒐集這些情資 然後要向上報告 那混久了 反而有時候遊行抗議 警察還要出來 特別維護秩序 提供一些什麼這樣子的 就是那個年代就是這樣子 控制全民 那你說那些事情 嚴重不嚴重 看起來也還好 但是就有那種情況 那軍中有沒有 軍中更嚴重 軍中那個部件 叫細胞更嚴重 那一般分局有沒有 派出所有沒有 有 那是控制民眾的 所以你如果看看 中國現在共產黨 怎麼監控人民 你就知道50年前台灣 國民黨怎麼監控人民 是這樣的一個年代 那大一的學生 幾歲 18歲 18歲熱血青年 受到以前的那種 愛黨國的教育 教官三言兩句 你看我剛才看他描述 韋哲就說那我不要去好了 對 就是嚇到嘛 你不要去好了 教官你會威脅嗎 對 所以18歲的年輕人 你不怕被退學嗎 18歲的年輕人 這個是很普遍的 我是覺得面對這樣的事情 而且是教官 那 韋哲這部分 我剛看的就是說 第一個 促轉會確實有約談 那表示有相關的疑似的資料在裡面 才會約談他 那約談他只是 可能是求證或什麼 這件事確實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一些媒體的報導 促轉會有出面 澄清跟這個博刺 就不是事實 包括說搬出領據 促轉會有看出面有博刺 所以這一部分 並不是說 這個不了解內情的人 鋪天蓋地的 就說黃韋哲是多可惡的憲民 我這個是要慎重 那我跟韋哲認識 大概是1988或者是1987 我那時候退伍回來念書 在台大化工研究所念書 二年級 住宿舍 韋哲好像農推系 不知道幾年級我忘了 台大農推系的 他就經常在我那邊聊天 我們算那個時候就認識 我那個時候已經參加民進黨了 大概1987年參加 也在學校的學生 那時候台大的學生 參加黨的大概10個人 所以彼此大概也比較 會有的談話比較熟 那我對韋哲的印象是這樣子 就是說很熱情 他很熱心 有什麼事情會幫同學 然後聯繫等等 熱心 然後很節儉 很節儉 看起來是很乖 就是那種家庭很好的人 培養出來的那種小孩子 還有一點就沒什麼大 沒大沒大 沒大沒大 因為我看就是這種個性是 幹不了壞事 也不敢幹壞事的人 我是對他的印象 所以依我這樣子從1987 爸爸認識他到現在 我給他的評論就是 他不是那種幹壞事或幹大壞事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是 這個冷靜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那這個悲劇是不是由當年那些很無辜的人 教官勒索你或威脅你或情資人員 來威脅你 由這些人來承擔那個時代悲劇 反而製作那些紀錄人到現在還不曉得是誰 很關鍵 所以這些加害者呢 對 就加害者 加害者在哪裡 因為你這些人是細胞 細胞上面還有細胞 還有嘛 沒錯 這些人到底是誰還不知道 所以剛才林醫師林委員講的就是說 這個助轉會的相關的作為 應該有更好的結構調整積極 然後讓加害者能夠獲得應該的這個約談 或者是把真相能夠把它公布出來 應該才是一個正途 網路一直謠傳黃偉哲就是憲明 你覺得這個風暴為什麼一直傳 那看起來造謠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大 我繼續念一個關鍵性 我連線給姚老師 你知道這裡面有講說 領悟餐費拿同學當人頭 野百合戰友靠一線索認出他 知情人士說黃偉哲當時告訴 這個助轉會的副主委葉宏林 由於教官的約談時間多半是在下午或傍晚 往往過了用餐時間 因此教官會不定期用信封裝著一兩千元 以悟餐費的形式要他簽收 黃自始至終都依教官提供的一名造姓同學的名字 化名簽收領據 就這樣子一直持續到大肆 1988年爆發520農民運動 知情人士說黃偉哲告訴葉宏林 他當時衝到第一線被警察暴打重傷 還被擔架呆出去急救 抬出去急救 後來回到學校 教官就為找他問過社團的事 黃偉哲向葉宏林澄清 自己從未提供任何同學在社團的言行動態 促轉會把黃的約談做成紀錄 至今也未有其他人指控 因為黃偉哲提供情資而遭到破壞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一直說他是個憲民 那我請教楊老師 這個事情的發展讓我們覺得毛骨悚然 難道台灣進入21世紀的今天 還承受著白色恐怖的延續嗎 來楊老師怎麼看 來楊立敏老師 是的 這件事情很明顯的 凸顯了一個現在在做轉型正義的一個 一個大問題 什麼大問題呢 就檔案資料做選擇性的公布 選擇性的公布有兩種類型 一種叫做真正加害者大頭資料不公布 只公布基層的最下層的這些資料 這是第一種選擇性的公布 第二種 針對某一個人 只公布一部分的資料 不公布全部的資料 你不知道一個人一件事情的全貌 就是剛才大家講的黃偉德這些事情 大家只看了一個小部分 他跟教官之間的互動 可是黃偉德本身的爭掌被威脅的 或者他之後根本沒有配合的 或者更之前他怎麼樣收聽一些都沒有公布 這些就是讓黃偉德限於一部分資料而已 剛才前面兩位 其實都非常經典 1980年我已經回到教授了 其實那一段時間我剛剛準備要進行 還在1987 所以在1987當中我也開始注意到 過去國民黨統治這40年 他怎麼樣透過系統 使台灣民眾不威脅國民黨的政權 你校園為例 就拿台大 你校園為例 管理學校的最底層 是要參考校圣啊 老公啊 這些事情 所有的人在裡面 有一個 國民黨的黨派就是 北之心啊 南之心啊 他控制了所有學校 我先只講大學 是 高中也是如此 他們覺得校長的人選的選擇 一定要中科外國的 總務長什麼 最重要的學校的原事 全部控制在黨部的審核上面 那至於說 教官當然有另外的系統 叫政戰系統 他是軍方的 然後這個北之心 北之心 還有 這只不過是 一二層而已 一層上面有一個清風會 文風會 各種國民黨的組織 他曾向向誰聯絡 像他的党部 曾向向國安局 是 是 連隔壁 叫強安局 警備總部 國安局 這些聯絡 對新單位 上面還有誰 還有一些特務系統的領導人 包括政戰部做主任的啦 前面總部做 ser定啦 國安局做局長的啦 叫強安局做局長的啦 再上面 這些人算是第五層啊 上面還有就是下命令的政府關鍵人士 舉例上誰下命令殺江南 誰下命令殺人從全家 然後才透過這一層一層的去執行 我是所以講了這麼繁复 主要原因就要說明現在台灣 舉例來講有兩個單位 比如說林委員 現在到立法院 也可以注意到這種問題 人家表示不公開資料 一個是國安局 一個是國防部 他們用什麼很奇怪的理由 用了國家特別的原因 要保護特別的利益 這個資料等於50年以後再公布 一拖再拖 很簡單 他們為什麼要拖就拖過了這些關鍵人物都走了 所以他要保護原來這些加害者 那你現在看保護了加害者 那他們現在轉型這一年 公布什麼資料呢 他們又不能用一些資料 所以他們一方說有些資料不能給 原來過去的警衛總部 現在可能在海水市有些資料 有國安局 調查局還有一些調查局 還有一些調查局 全部就算有些資料到打案局 打案局也是剛才我說的 將個人資料有一部分公布 有一部分會掩蓋起來 都會在做 可能都沒有像我這樣子 以前常常去打案局 他根本不提供你完整的資料 他提供你部分的資料 然後一部分可以公布的 他就公布出來 因此你現在發覺沒有 現在公布出來了都對比黨活力了 可是會想想看國民黨家 還折瘡到哪去呢 那會說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有認真處理這一塊嗎 處理未來南指台南市長 和黃國書 當然一定會直接影響到越來越大的部分 各位想想看國民黨 能夠不在民進黨裡面放眼線嗎 是 國民黨能夠不在外放眼線嗎 在台獨的人士中間 能夠不服用一些人進去嗎 或者引誘一些人出來做眼線嗎 國民黨能不要 能夠沒有眼線能統治嗎 剛才講的新城的統治 國民黨黨成立城它全部 我們黨全包辦了 來來要是彈出這個關鍵 來要是你等一下 來宇柏老師 要是認為整個事情的發展 黃偉哲的憲民風暴 是被人為所謂的選擇性 刻意的引爆一些內容 真真假假之間在做一些操控 那是誰呢 誰做這樣一個操控呢 黃偉哲的這個AE43 所謂要不要的風波 在去年十月黃國書委員的這個爭議之後 就開始在網路上發燒 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 有一位叫做呢 盧昆福的健烈欣喜 居然在議會質詢黃偉哲 要他當天對天發誓 說他絕對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黃偉哲市場那時候已經做過澄清了 實在是非常非常無奈 促轉會的主委楊翠就已經說過了 促轉會現在保有的檔案 跟事實的真相有很大的差距 基於很多的原因 哪些原因呢 有些人為了灌水作業機 有些人為了羅織罪名誣陷他人 所以那個檔案的真實性是有問題的 不然台大教授黃克仙也告訴大家 促轉會的檔案網上很片面 基本上真實性跟完整性呢 都還有跟事實有很大落差 所以檔案基本上不代表一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呢 根據政治檔案法的規定 只有當事人才有辦法去看這些資料 那個報導裡面說 有一個會聲會影的人 轉述或是他去描述這個事情 他是當事人嗎 如果他不是當事人的話 這叫做傳聞證據 只有誰有資格看 只有官方 還有黃偉哲有資格去看這些檔案 那那一位傳聞中的人究竟是誰呢 那就是常進人 第三個剛才姚老師跟林靜說的非常好了 各位要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東歐國家或是前西德 還有南非轉型正義可以做這麼成功 答案很簡單嘛 南非的部分是因為前任總統戴克拉克 願意跟下一任的繼任總統曼德拉一起合作 請問在台灣有這樣的國民黨的領袖嗎 沒有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納粹黨跟共產黨在東歐國家跟德國已經消失了 可是過去的加害者叫做國民黨 現在還是用其他的名目跟其他的形象出現 來阻擋轉型正義嗎 最後我要說的地方是 念過台大人都知道 台大知青黨部之下有兩個機構 很多國民黨現在台面上的人物都參加過兩個機構 教授加入叫義先學會 學生加入的叫決明學會 哪些加入決明學會 這些檔案這些資料是公開的 馬英九 林毅華 陳學勝 格永光這些人 在學生時代就加入過決明學會 決明學會是什麼 那才是真正監控同學做廖北亞的真正的國民黨 在校園統治的工具 來看今年58歲 憲政的台內市長 曾經擔任過這些職務的同時 他就是在台大農推系的一個關鍵性時刻 從大一到二頻繁遭到這個所謂的教官的一個約談 這個是在我們看 他是去年11月份在PTT被人引勝 他就是台大的廖北亞這樣一個發展 你可以想像現在黃偉哲的處境 跟當時身為大一大二台大農推系的處境 是什麼一個狀況 有人刻意在這個時候進行政治操作嗎 可是誰會有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來 瑞德大哥怎麼看 黃偉哲顯然跟黃國書完全不一樣 他的狀況不一樣 黃國書是因為 那麼初轉會也好還有當事點也好 看到相關的資料的時候 可以很明確的大概鎖定大概是誰 所以後來黃國書坦然面對他年輕的時候 所犯下的一個錯誤 所以後來退出民進黨也宣布不再參選下一屆的立委 那麼我問小君 為什麼在PTT發言 那麼黃偉哲去提告了以後 刑事警察局查出來的IP會是在菲律賓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在台灣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 然後跳到菲律賓讓你查不出來 因為我常告很多的韓粉科粉等等 所以我非常了解他們相關的網路辦案的一個習慣 另外一個可能是 就是故意在菲律賓境外 為什麼 讓你查到這個地方你就中斷 查到國外的話 你不要以為好像根據我們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就可以 其他國家可以協助 錯錯錯錯錯錯 除非你有簽司法附助協定 否則他不會理你的 為什麼 還記不記得 那麼當時這個韓國瑜跟陳其邁在競選的時候 陳其邁受到網路的一個攻擊 惡意的攻擊有沒有 後來去報案查了IP是在新加坡 全案不了了之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政府呢 他未必會理你啊 你知道嗎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人不想我要發 但是不想讓你查到我是誰嘛 自己親自的故事嘛 我最有資格講了嘛 為什麼 包括我們去年在討論這個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大學監控的 在大學大專院校裡面監控的時代 都有我讀就讀的四星嘛 編輯採訪科 山東級的同學嘛 那包括他的這個男 然後什麼學校 什麼科系 表現怎麼樣 他的結果怎麼樣 全部都寫在這個地方嘛 那麼我後來去當服兵役的時候 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加入 必須加入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要執行很多 不是在講東廠嗎 各位 在中國國民黨 我那個年代戒嚴時期 就是東廠警衛衛 我在這裡承認 我做的事情就是東廠警衛衛 只不過我沒去做 為什麼 是我學長做的 到了我這個時期的以後呢 那麼我所從事的是另外一個 請問一下軍隊可以去造冊選舉嗎 不可以吧 軍隊可以去介入選舉嗎 不可以吧 在這裡爆一個料 三十幾年前的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時候所幹的事情 什麼呢 一個中將 到了我們的部隊 特種部隊 當時國民黨的好選人 選情不好 所以叫我們要做件事 做什麼事 用假身分讓我們去投票 投票了以後 把延遲引爆的相關的東西 丟入票箱 為什麼就會起火 因為我們擁有製造延遲引爆爆裂物的能力 特種部隊我們都有收過去 然後呢 那麼讓他在算時間 大概在開票的時候 整個燒起來 然後整個暴動 我們必須要把人群引到整個火車站幹什麼 這是那位中將來交付我們的任務 後來在選前 因為民調逆轉 所以呢緊急下令我們不必出動 我想我們自己三十幾年前的事情嘛 這都已經過了所謂的法律遵述實現了 不用來問我了 我直接在電視上講 在當年就這樣幹了 你知道嗎 我也照過所謂的選舉人名策嘛 軍隊怎麼可以照名策 軍隊就可以照名策 我們為什麼說是東廠警衛位很簡單 身上如果出任務有一張牌子 軍縣警特不得刁難 否則軍法從事 這不是東廠警衛位這是什麼 國民黨給我們的東廠警衛位嘛 我就在這種特種部隊裡面呼籲 然後呢 甚至於還可以掌控當時 叫做黨外的很多的這個時期 所以我非常瞭解 當時國民黨的這個 對這個等於是怎麼樣的嘛 更不要講校園 我一直到了服兵役的時候才知道 看到了自己在四星的評 沒學期沒學期 他都幫你做相關的這個追蹤 你知道嗎 你都是有人在監控你的 誰說你那個眼睛老大哥在看著你 根本就不知道 學生年輕人大家都很熱情 哪想那麼多啊對不對 所有什麼講什麼 你哪知道你的所謂議員疫情 全部被當年叫做教官 我 knows 你不想一個參加 你哪有個參加 那就是 他什麼民意的 我不是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